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当中只能邀请到了由远流出版的每个人都是精神关能症 我们邀请到了作者陈嘉欣老师 老师您好 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邀请到了嘉欣老师要来跟我们介绍这一本书 首先呢 我就想要来请教老师 因为副标写说一位精神科医师的成长笔记 老师现在没有在重医了吗 我现在没有在从事临床业务了 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离开了这个临床业务 一方面是我后来在担任主治医师的期间 也同时继续进修 然后我进修的领域是科学史 后来转到社会学 那我在读书跟进修的过程中 我开始比较喜欢这种学术讨论的生活 所以想要转一个跑道去做这样的事业 那当然同一个时间也因为刚好家庭组成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更弹性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 所以就因此转而去做教学跟研究的教职 而不是留在医院里面继续担任医师 担任教职其实时间也相对比较弹性一些 那有一个问题我想要来请教老师 老师你从业大概多久的时间 如果从住院医师 也就是我这本书所描述的时期开始算 到后来的主治医师 那总共加起来 我在当临床精神科医师的时间大概是十年 十年也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 但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过去对于精神科都是有标签化的 那要怎么样去去标签化 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医师是怎么样去跟你的患者做沟通 标签化或者说我们在精神医疗里面 特别强调的去污名化 那是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 每天都会碰到的问题 也是作为助人专业里面 必须要处理的一项重大的事物这样子 通常我们在做这种去标签化 或去污名化的工作 主要有几个对象 第一个当然是患者本身 尤其在我刚开始担任住院医生的时候 看精神科这件事相对还是非常的有顾忌的 很多人是不愿意来的 所以来的时候其实都蛮严重的 甚至都是被家人啊警察驾到这个急诊室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这么晚的情况才介入 因为那时候也不太容易 有时候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信任感 这对患者来讲我们会尽量的跟他解释 精神疾病其实是一个会制造他自己痛苦 也会让照顾或周围的人产生困扰的一个情况 能够接受我们的协助是最好的 他并不表示他个人的失败 道德的败坏或什么的 这是一个生理或心理上碰到的一个困扰 那这个是可以经过协助的改善 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这个去标间化或去无名的对象 其实是这些患者的家属或朋友 或他周遭的这个比较亲密的人这样子 这些人常常搞不太清楚这个精神疾病的样貌 所以常常会觉得这些人要么就是说 有时候是一些超自然的解释 他是不是被鬼神杀掉啊 或者有时候会把患者的一些表现 解释成他的懒散 品德的败坏啊 或者是恰当的行为啊 认为是他个人品性问题 那这个我们也需要跟家属解释 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 常常照顾起来是一个蛮长期的过程 所以家属多少会累积了很多的情绪跟不满 这个部分也需要跟他们解释说 不要因此而把这些照顾上的拓得 转移到患者的身上 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就是一般的这个社会民众 他们可能对于这个精神患者 他们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家属 他们都是从一些媒体啦 报章杂志或者是其他人的这些传言里面 知道所谓精神疾病是什么样 可是这很可能是一个扭曲或错误的观点 那所以在这些部分上来讲 我们也必要跟他们传达正确的指示 例如说精神病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危险 其实在重大的这些暴力犯罪里面 其实精神病人占的比例并不高 真的会有一些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 也只是这些病人中非常少数的一群人 而且通常伴随着一些 可能事先就有一些比较冲动的个性啦 等等的这些情况 或者是症状会在事前已经有一些明显不受控制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治疗改善 过去我在跑医疗线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 大家会讲说精神疾病会被列到精神病 通常都已经是合并症状 比方说遭遇症或者是思觉失调症 那其他的像忧郁啦焦虑啊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 那在那个低潮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像是精神关能症对吗 是是精神疾病里面如果简单的一个 老式的区分方法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比较严重的破离现实感的 然后有一些幻觉妄想的 可能我们就叫做精神病 常见的精神病犯类型像思觉失调症 或者比较严重的时候的一些躁愈症 其实也都算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有脱离现实了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这类的精神病的患者在 整体人口比例里面并不高 但是相对来讲随着社会的发展 文明的进步或者是压力的增加 其实更多的人其实罹患的是 所谓精神关能症 那他可能是临床上我们讲的焦虑症 轻微的忧郁症 或者一些失眠 或者是一些强迫症等等这一类型的 各式各样的这种比较清醒的精神疾患 这一类的话其实是在目前的门诊 其实是占比较多数的求诊的人士 在这本书当中 老师有提到说 我要吃药但我没有病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呢 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一般我们有时候说精神病 尤其是精神病的患者 他们通常我们说 他们缺乏病适感 也就是说生病的人 常常不觉得自己生病 尤其是精神病里面相当特殊的状况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头痛知道自己痛 之后才会去找医生 那但是精神病已经患觉妄想很严重了 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太特别的状况 所以他不会去找医生 所以才会拨炎啊 或者是闹到比较严重的时候 才会被旁边的人带去看医生 那问题是在比较慢性的精神病里面呢 他可能还是觉得自己没病 可是呢他若干程度上又接受了医师的说法 认为也许他该吃药 因为在急性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通常我没病我就不会吃药啊 这是最常见的缺乏病适感的现象 但是到慢性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这种情况 就是愿意吃药 但是他觉得他没病 一种很矛盾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在临床上说 这是所谓的双重的这种定向感 也就是说一方面他觉得他没病 但是一方面他也接受医生建议他要吃药的事情 可是有很多我遇到的状况是 他觉得睡不着失眠 他可能就患有忧郁啊 或者是焦虑啊 恐慌啊 所以他们就寻求身心科 或者是精神科的协助 然后开立一些助眠的药物 是 但是你跟他说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发生 就是我们讲的精神关能症的时候 他又会极力的反对说 没有啊 我没有那个问题 我只是睡不好啊 是是是 这也是很常见的 这有好几种可能性 一个是回到我们稍早前提到的 所谓反标签 或者说害怕被标签 或者是害怕这个精神疾病带来的污名 很多人觉得失眠是事实 但是如果要说他有焦虑症忧郁症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 就变成精神病啊 或精神关能症了 或者对于一般人来讲 可能他也搞不太清楚这种轻重的区分 总之呢 还是比较早期的概念 觉得去精神科大概都不太正常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排斥的现象 也因为是这样 所以现在房间才会有很多 取代一些焦虑症或忧郁症的一个说法 所以现在房间最多的说法是自律神经失调 我没有讲你精神怎么样 是你的神经的协调性不好 所以不管你是失眠也好 或者是肠胃不适 或者是什么神经不舒服 那我们都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名称去概括成 那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的话 当然就是有些人尽管失眠了 也的确有焦虑忧郁的情况 他可能并不觉得那个东西真的那么的困扰他 所以有时候患者他自己对于自己身心状态的评估 跟医师对他的评估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 这当然有时候需要长一点的时间 才知道说到底是医师过度的诊断了 或者是患者其实也过度轻忽自己的状况 那这个有时候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才能识大家 在我的周遭出现的个案 多半都是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可是周遭你就觉得他情绪控管有问题 他可能有灶等等的状况 可是他不觉得自己有 所以他就会觉得你们都有病啊 可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他的不对劲了 但是他们并不会这么认为啊 的确是如此 这也是精神医疗中常常要处理的问题 因为精神医疗不像一般身体的这个医疗 比如说你说肝功能好不好 抽血我们就会知道嘛 所以好像感觉上那个抽血的客观数据 就可以抿平的 不管是患者自己觉得好不好 我们常常碰到 例如说我相信肝胆科有很多这样的病人 觉得自己肝不好 虚弱这样子 所以他觉得肝功能不好 这样去抽 觉得我都很正常 或反过来 搞不好其实他肝脏已经开始不太行了 每天喝酒啊肝不行了 抽血起来看起来数据都不好 可是他本身又觉得我还蛮有体力的这样子 可是不管怎么讲这种身体的医疗呢 其实基本上有一些客观的检查数据 或者是影像拿出来看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可是精神医疗不太一样 精神医疗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单的抽血检查 或者是像就可以告诉患者说 你就是什么病 而且这好像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 你觉得我觉得你有焦虑症忧郁症或什么症 他说我没有那么严重 或者反过来 他觉得他有焦虑症忧郁症 可是我们问起来觉得也没那么严重 这都有可能就是评估 自己主观的感受跟客观评估之间 他人的评估之间 常常是不一定一次的 就的确是一个精神现象上基本的困扰 也不是不容易取得共识的地方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书里面会写到说 其实当精神科医师 他所面临的挑战很多的时候 并不是知识的问题 而是说他思考的是这种 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病 他觉得他没病 到底是我有问题 还是他有问题 这样的问题 还是我到底因为我没经验 所以我误判了 还是患者真的是对自己的状况 不太能够接受承认或提倡 所以在临床上 我们都会听到所谓的急诊暴力 或者是医疗暴力 很多时候在精神科也会出现对吧 精神科也会出现 不能说很多这样子 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 精神病人并不是都那么的暴力这样子 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说 要看情境 因为如果在门诊 大概就不太会了 那但是如果到病房 那当然就比较有可能 因为回过头来讲 因为他有比较暴力的倾向 他才比较可能会收到病房里面住院 去调药或者是治疗吧 所以在病房里面通常当然就是取样来讲 会取到一些比较严重的一群的人 所以感觉上病房可能就会比较有这种 暴力的倾向 或智商的倾向的比例的人会多一点 但门诊的话其实还好 有一个问题啊 我想要来帮听众问老师 因为大家都会很好奇 你们帮很多人治疗心理上面的伤 心理上面的疾病 还有精神上面的疾病 可是你们承受了这么多的 诉苦也好 或者是压力 负能量也好 你们要怎么样去排解 跟舒缓这个情绪 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这个问题很常 我们很常被问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问这个问题 感觉上好像我们第一个是 每天都在接垃圾 我们也常常觉得是 好像我们每天都在听病人的诉苦啦 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负能量这样子 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用这种负能量来形容的时候 通常意味着好像那个能量是不会消灭 所以病人讲了 好像他不是重负 然后那个重负就会转到我们身上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啦 因为在精神医疗里面 也会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对于事物的评价 其实很多的时候 跟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有关 患者可能会觉得说 这些是他比较负面的经验 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他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改 那问题是我们的工作的一部分 或治疗的一部分 其实就是在提供一个 另外一种重新建构 他所说的事情的一种方式 在认知上重新理解那件事情 然后跟他讲说 也许你觉得考试不好 是觉得你个人非常的糟糕 脑袋不聪明 可是回过头来讲 一次考试不好 也不见得就能全面性的 代表你的智力的连加相形见处这样子 所以这是两回事 那所以有时候对患者来讲的负能量 对我们来讲可能只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 或者是重新给予角色的一个情绪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见得会感觉那么的不舒服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 假设真的因为长时间工作 接收了这些患者那么多的事情 的确很疲累的时候 我们自己当然也会用一些比较 生活方式里面的调整 比如说运动或者休息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去转移 对于这些工作上 持续付出而带来的疲惫感这样子 其实大部分是还好 那当然有些时候 我们也可能会跟同事 尤其在受训的阶段 会跟一些所谓督导的医师去谈一下 处理这些患者上所碰到的困难 或者挫折 今天在节目当中 透过了老师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一位精神科医师的成长 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需要去处理 就这样我们的人生当中 也充满着挑战 最后要用老师写的一句话 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跟那些患者 其实只是程度的差异 并不是本质的差异 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 由远流出版的 每个人都是精神观能症 一位精神科医师的成长笔记作者 陈佳青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佳青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